关注六根六成 一 我们学佛人 每个人都想有求必应 但是 有求必应的前提 是心诚则灵 你的愿力越大 你的信心就越大 信心越大 心念就越成 当然 佛给你的加持力就更大 然后 你的法喜和法乐 都会很明显 它会超越人间 任何的享乐和喜悦 菩萨保佑 天天盼 佛光每天 将你办 一生无求 人称赞 无忧无虑 无隐患 人间闲事 我不管 超脱红尘 出欲圈 因为 学佛后的信心 那是一种 循环增上的信心 与愿心 想要拥有这种愿心 要靠消业还债 培植福德 启发智慧 愿心 能够让你在心中拥有永恒的坚定信念 如果你能将这些自身的坚强力 对佛的信心和愿心 传递给更多有缘人 同时 同时去帮助众生脱离痛苦 自身也会获得佛过的成就 现代婚姻的失败 就是夫妻相互不了解 同样 你想度一个人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情况 你根本度不了他 佛陀当年 也是因缘失教 寻缘救度 每一个人的一生 都会吃自己很多的苦头 因为概念的不同 对事物理解的不同 会造成对事物理解的偏差 从而犯下各种错误 所以 想要不犯错误 就必须首先 去除思维上的偏差 佛法界讲 要去除我相 不执着空 不执着有 用中庸的思维 去看待一切 学佛人要明白 首先要学会 自我解脱 因为 你个人没有解脱 就等于 没有修大乘佛法的 基础和起点 每一个人的觉悟 那都是必须的 读射六根 自尽其意 那是基础 自立自读 先完成个人的放下 和解脱 这是大乘佛法讲 不为自身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利苦的基础 为人不做 灰心事 半夜敲门 心不惊 主人为乐 行善事 疫情来时 心不惊 自我不能得到解脱 虽可度人 但稍不留神 连自己都会再一次陷入轮回之中 就犹如你 自己不会游泳 你到大海里去救人 当你还没把人家救到 可能 你自己已经被淹没了 非但 救不了别人 连自身都难保 所以 修心 首先要 管住六根 然后 进一步 管住自己的六成 红尘繁华 惹眼花 香槟美酒 饭桃花 一觉醒来 在医院 不知应该 把谁怨 一个人成佛 首先身处红尘 心要如入不动 而我们人 却经常 甚至随时随地 被环境牵着走 喜怒哀乐 变化无常 完全被六根六成 所控制 被自己这个假我 所控制 因为 六根和六成 已经把你的心 紧紧地扭在一起 你会陷入 深深的 五着恶事之中 而出离不得 今天就写到这里 明天继续跟大家讲 四度度他 找佛性 独射六根 解脱形 六度万行 菩提路 但愿众生 得离苦 我整个人 最为我 天继续 不得 我 那 我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